美联储发布九月会议纪要 主席鲍威尔连日就美国经济前景表态 那么两者对于美国金融市场将会带来哪些影响 相关话题让我们现在马上来连线 创身证券行政总裁苏贤邦先生 苏贤邦先生下午好 愿意支持下午好 我们也是看到近期这个联储局 释放的一些观点就认为说 如果缺乏财政措施 恐怕会拖累经济复苏的步伐 但是这个日前 其实特朗普已经是叫停了 新一轮纾困法案的谈判 想请问一下您的观点 您是如何来看待美国经济的前景 而且金融市场又会不会受到很大的打击呢 各位观众下午好 其实这个目前美国的经济和政治 两方面的发展呢 都是充满变数 首先我们在最近这一个星期里面呢 看到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 先后在不同的场合 发表了对经济 复苏前景的那个忧虑的意见 那么很清楚了 现在美国的经济复苏的进程和步伐了 在最近已经明显的放慢下来 我们看到上个星期五 我们香港这边还是在那个 中秋和国性节 假期的星期五的晚上 美国公报了九月份的就业市场报告 看到费农业新增加的就业即位呢 增加的幅度八十万个都不够 比较市场预期的大概八十三万个呢 都有挺大的那个差距 那么在美联储最新发布的 新的一份上次会议记录上面呢 也表示对六七月份的时候 所做出的那个经济复苏的预测呢 是过于的乐观 现在种种的现象和经济数据的 表示美国的那个经济复苏的 那个态度呢 那个势态呢 已经是明显的放慢下来 那么我们这两天也看到 鲍威尔表示 单靠那个 扩币的政策 希望对经济复苏产生 很大的那个刺激作用呢 是过于的乐观 没有那个财政政策 配合的话 相信对这个经济复苏的那个效果呢 是很有限的 还有就是两党 民主党和那个共和党 就对最新的一份 两万两千个一的那个 气质经济方案呢 谈判都陷入了一个僵局 那么昨天 比较早的时候 特伦普还表示 既然对民主党的那个谈判的诚意 抱有这么大的怀疑 就打算在大选之前呢 都不再举行这个谈判 消息曾经令到美国的金融市场 在那个星期二 出现了蛮大的一个震荡 昨天呢 他又对于目前这个情况呢 做出了一些补充 其实在目前这个选举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 特朗普呢 他的那个心态和搬出来的那个手段呢 都可以说是层出的不从 都很有那个 很大的不确定性 那么接下来呢 他就是对于这个经济刺激的方案呢 采用一个我们香港的俗语 就是展见的那个方式 就是把整块的那个谈判方案呢 切开一段一段的 对个别的那个行业 或者是经济的环节呢 来进行那个谈判 或者是他愿意的话 就进行那个审批 这个审批呢 就好像昨天对那个航空业呢 表示愿意博出 250亿到300亿的那个原重 所以因为这样子呢 令到昨天的那个美国股市呢 也出现一个明显的反弹 那总的来说呢 美联储的那个态度呢 看到经济浮述的那个力度和速度呢 在最近的9月份呢 已经明显的放慢下来 那么对于到底是民主党呢 或者是共和党最终获得这个总统的宝座呢 市场其实呢 也不太关心 最重要的就是局面呢 有一个比较快的明朗化的那个情况出现 但是目前来说 两边的那个阵型的犀利呢 虽然是那个拜登那边呢 是有所优先 但是接下来呢 到底能不能够有一个压倒性的优势出现呢 还是细目以待 所以总的来说 我相信目前呢 美国股市在这个上队 已经距离28600点 差不多300点的那个水平 将会出现一个很反复很震荡的那个息态 可能呢 当天的那个交易幅度呢 都出现2%到3%的那个震荡的幅度 也影响到其他的商品 比如说黄金石油 甚至于那个美元的那个汇价表现 所以也提醒投资姐和观众朋友 在目前这个上队已经波进 造成是指数28600这个历史 9月初的这个高位的水平呢 路四一定要有比较充分的风险管理 接下来我相信其他的那个金融市场 也会上对的受这个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说到受美国金融市场的影响 我们看到目前内地A股 仍然是在休假当中的 但是港股在这个小长假之后 就是连升多日 可以说也是气势如虹 您觉得说这背后 有什么样实质性的原因吗 在明天这个A股复失之后 您觉得说这样的一种声势 会不会也会在A股当中维持呢 无可否认在上个星期三 我们港股九月底做了那个月底和那个季节之后呢 在这个星期十月份开盘呢 气势如虹 上升了幅度了 从九月份呢 当时的地位两万三千一百多 反弹呢 差不多一千 一百多点 差不多有一千两百点的幅度 但是呢 很遗憾呢 就是那个成交量呢 明显的收缩 这个当然是因为国内呢 还是在强加器里面 没有北水的那个买盘的支持 当时我看到 过去三天的那个盛事呢 也不怎么传面 单靠那个客望股 还有就是个别的一些板块炒作 令到那个市场的气氛呢 好像呢 在十月份开局呢 对那些乐观的因素呢 都充分的发挥 其实比方说 就经济里面的那些银行股 无论是香港的银行股 或者是国内的银行股 他们的表现呢 都是很令人希望 而且呢 还是在 有部分呢 在历史的地位上面挣扎 所以目前呢 港股呢 可能是有点呢 在星期五明天 A股服侍之前呢 出现这个透布的 那个炒作的那个情况 其实目前在这个 两万四千三 两万四千二 这个水平呢 在继续上面呢 也是有蛮大的 继续性的阻力 所以我相信呢 除了今天以外 明天在国内A股重开的时候呢 恐怕A股的表现呢 跟港股的表现出现一个 被迟的情况 就是A股呢 就补生过去三四天 美国和香港的那个升幅 当时港股呢 就加深了那个 获利回吐的压力 暂时来说 港股呢 还是伤心要等到 十月中 所有的市场重开 而且呢 在那个阿里巴巴的 蚂蚁金融科技 分拆上市的那个过程 有明朗化的那个进展的时候呢 港股才有足够的力量呢 在网上 是两万四千八 到两万五的那个左力的 好的 非常感谢苏千邦先生 这一时段和我们的电话连线 谢谢您 我们也是先休息一会儿 广告过后 马上回来 再见